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4月11日礼拜日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有两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近日意大利政府动用了黄金权力 否决一家中资企业收购当地的半导体公司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还说 半导体生产已经成为了战略的产业 而阻止收购决定就是常识 第二宗消息 在昨日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份对台交往的新指引 明文规定了 是放宽美国官员和台湾官员之间的接触限制 好了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今年的3月31日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和意大利发展部 就在一份行政命令上签纸 否决了中资企业的收购案 本来在去年 深圳市控股有限公司 就打算收购米兰半导体公司LPE的七成控股权 现在就打算了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就说 半导体的短缺 就迫使了很多汽车制造商 在去年减慢了生产速度 而半导体生产 无疑已经成为了战略产业了 阻止今次的收购决定是常识来的 于是他们今次就是运用了黄金权力 什么是黄金权力呢 就是为了保障那些活跃在战略市场 或者是经营一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敏感技术 和相关资产的公司 当地的法律 就赋予了政府一项黄金权力 来否决一些合作或者是收购案 这一项的黄金权力 目前适用的范围都已经相当广泛了 包括了就是有金融 信贷 保险 能源 交通 水务 卫生 半导体 和网络安全等的领域 意大利工业部长近期更加要将这一项黄金权力 扩大到汽车和钢铁行业的一些供应链 无端白事 为什么要扩大权力呢 就是因为意大利政府开始察觉到 似乎有些中资企业就想向这两个行业埋手 比如说 中国一起打算收购意大利一家商用汽车品牌 大陆就叫做伊维柯 台湾应该就是亦做威海汽车 这个汽车品牌在香港就不是太常见 现在意大利政府就跟了伊维柯的母公司 叫做海斯纽荷兰工业集团说 如果他们真的要出售的时候 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才可以卖 如果到其时内阁是否决的话 这宗收购案恐怕又要告吹 实请意大利政府这一项的黄金权力 自从2012年实施以来 至今都是动用过三次 其中有两次都是针对中资企业 当然 包括了这次 阻止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收购LPE半导体 另一次就是在去年10月的时候 意大利政府就否决了 电信集团Fastweb 和华为之间的5G合作方案 所以意大利这一项的黄金权力 中资企业就是三中二 未来会不会说中多一次 就要视乎意大利政府 怎样来看待中国一气 其实 现任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在今年的2月才上台 在他上台一个月 就已经动用了黄金权力 这个也是标志着 其实意大利就开始摆脱他的亲中色彩 逐渐向美国来靠拢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有几个因素 第一 就是这位德拉吉 其实他在上台之前 就跟另一个人来竞争 那个人就是Folderfong的前CEO 叫做Follow 他的亲中色彩就相当浓厚 反而德拉吉 给当地媒体的一个印象 就是比较亲美 和亲欧盟多一些 第二个因素就是 这位德拉吉 其实背后就有两位重要的支持者 一个就是意大利前总理 一个就是右翼大党 叫做联盟的党魁 这两个人 都是相当亲美的 故此 德拉吉的政治能量 某程度上 就是源自于这班亲美的政客 第三 德拉吉在做意大利总理之前 曾经担任过 欧洲中央银行行长 外界就形容 他和美国现任财政部长 耶伦是老战友 两个人的看法都相当一致 而耶伦其实就是对中国的态度 都挺强硬的 综合以上的因素 现代意大利政府 应该会逐渐摆脱亲中的色彩 开始就向美国来靠拢 而这次说 运用到黄金权力来否决中资企业 收购当地的半导体公司 相信 只是打响了第一枪 可能在往后 会陆续有来都不定 而中国 打算通过 收购外国的企业 来提升自身技术这个招数 在往后 也应该会越来越难 因为似乎现在外国不吃这一套 之前就因为股价低了 大陆 大把水了 所以就可以用一个相对低的价钱 来大手收购外国的企业 品牌 但是牵涉到正如德拉吉所说的 那些战略产业 似乎外国就不吃这一套 就算有钱也好 他也否决了你 这就不是严险 只是外国也有自己的盘算 如果他再将这些战略产业卖出去的时候 整个国家就见底了 所以有些东西就不是他们不想买 只是不能卖 因为牵涉到 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敏感技术 其实 目前欧洲的风向都已经是开始转变当中 意大利总理 就逐渐倾向美国那边 到底德国又怎样 在上星期三的时候 习近平和 推动中德中欧合作健康稳定发展 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这一趟电话 就打了在欧盟制裁中国官员之后 当然 就有一个强烈的意味 是想收复中欧之间的紧张关系 但是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事实上来说 默克尔做到今年年终 他就是要注定收皮下台的了 而他所属的政党基民盟 亦都很有机会受到疫情的拖累 而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失利 取而代之的会是谁呢 就是绿党 绿党 他们对华的取态就相当强硬 如果是由绿党主导下 组成了一个 执政联盟 绿党的人 当然有机会成为下届的总理 就算做不到总理 起码 会在下届德国政府的 外交政策上 会有一个重大的发言权 到时 如果德国又变成了对华强硬 意大利又开始倾向亲美的时候 基本上 欧盟的三巨头当中 至少有两个 就变成了不像以往的亲中 当然这个对于中国来说 就是敲响了个警号 所以大陆就要抓紧机会 找麦克尔帮忙 看看能不能收复得到关系 但是 麦克尔纵然有心 亦无力 他自己本人所属的政党民望 低得 妈都不认得 他本人的任期 亦都在倒数当中 就算他想帮 亦都帮不了多少 而他过往 已经是发挥了一个很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是推动到中欧投资协定达成共识 这件事肯定就是麦克尔有份促成 因为 中欧投资协定 已经谈了七年 最终谈到德国做轮任主席国的时候 谈得如何 故此 如果说与麦克尔无关 就没人会相信 好了 现在麦克尔就行张收皮 到底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还能不能 能够好似以往的密切 看来 风向就是转变当中 而且这个转变 就是将欧盟推向了美国那边 看来的趋势就是这样 接着我们就去看一下另一宗消息 美国国务院 公布了最新的对台交往指引 放宽美国官员 和台湾官方接触的限制 令到双方可以更自由地往来 其实国务院的声明 就没有交代到 究竟新子印里面有什么细节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消息 美国官员在新子印底下 就可以 在联邦政府大楼里面 与台湾的官员会面 也可以在台湾驻美国的 经济及文化办事处 与台湾官员会面 并且可以出席 在前台湾大使官邸 商将员所举行的活动 不过 报道也引述了消息 美国官员是不能参加 台湾双十等重要节兴 因为会违反一个中国政策 其实大家就会见到 这个所谓放宽美台官员交流 在蓬佩奥任期的最后 日子里面 其实就已经放宽了 当时美国国务院已经解除了 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交流的 自我限制 大家应该有印象 只不过现在就有一个明文的 新指引公布了 所以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对于拜登或者是布林肯 也没有什么好吹捧 这不是新事 只不过 他是基于 蓬佩奥的现有基础之上所作出的一个延伸 你不能说这件事是他initiate 是他 提出来的 不是他提出来的 他只不过是人家做什么 他就跟着 当然 现在有一份新指引出台的时候 美国的外交界 也可以为有一份文件作为援引 以后他们就按照这份新指引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因为之前 蓬佩奥就纯粹说 解除了那个自我限制 他就没有一份的文件出来 是可以被人去跟从的 现在 拜登政府就做了这件事 就是这样的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